大家好,接上期视频,童人员上虽然没有找到秦始皇时期的童人,但是了解到公元727年,一位人类杰出的天文学家去世后,唐玄宗哀伤不已,霸朝三日,并拿出五十万钱,为其在这童人员上践踏立碑,还亲自遇述了碑文。 他就是唐玄宗的天文顾问,传说中可能是袁天刚和李淳峰的徒弟,是世界上首次实测子物线长度的中国科学家,五国堂内的伟大僧人,僧一行大师。 他在全国范围内测量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也验证了各地昼夜长短不已,通过实测子物线制定出来的开源大眼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确的力法,一直被沿用800余年,并传透了海外,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可惜他的著作后来全部失散了,他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求近,以及恒星运动等超前观点。 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字名中,将天文学与数学结合,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不等间距二次力差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式,求和公式,并将古代的通分法则,运用以立法计算。 他还精同开藏界和金刚界两种无上秘法,在旧堂书中是唯一一位身披袈裟的科学家。 孙艺行本名张穗,他的曾祖父张公敬,为唐开国元勋,位列灵延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张穗天子聪明,自有博览京史,尤其精通力法,阴阳五行学说,后著成太玄一书,明阳京城,迎来著作权贵,想和他结交。 其中就有无曾念的侄子五三四,和他无心观察,只想潜心研究天文历法,为避开权贵的纠缠,归隐松山,收家为僧。 法号是一行,事成僧一行,出有密宗权威著作,大日经书,成为佛教一派密宗的领袖。 他制成了一种名为黄道游翼的仪器,用他观测发现,恒星并非永恒不动,比英国天文学家哈林的发现,整整早了一千年了。 此后他和梁令赞等人,制造出了水运魂天仪,刻上星座,世道,周天度数等,以落湖流水控制魂天仪,是基于天球同步转动,演示日月星辰的运动,而且还能自动报时,比欧洲早六百多年。 欧洲人李约瑟说它是机械中的雏形。 航行动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测量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的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验证了日影长度与北极高度成正比,冬至和夏至的日影差本来就不相同,各地的昼夜长短也不相同,并设计了一种叫做副剧图的仪器,专门用来测量北极高度,及今天的地理维度。 实测子午线时,它在连接地球蓝北两极的线,及今天的惊线上,选择了13个观察点,每个观察点安排人记录每一天的日影变化。 最后,汇总计算,测出维度一度的滋物线的长度为351里80步,合金129.22公里。 虽然和如今测量的精确长度111.2公里,有17公里的误差,但是意义重大是人类科学史上,化时代的创举,比阿尔玛蒙在优化拉蒂河的大地测量早了90年。 不仅对修订立法带来极大的帮助,而且对农业生产带来指导性的意义,还可根据一段滋物线的长度,推算出地球的大小,重新认识地球,太阳与宇宙,甚至还会改变人类的思想意识。 圣经大师完美地汲取了,如佛道三家所长,只可惜天度英才,在完成大眼力那年,大师不幸去世,年仅45岁,唐玄增将他厚葬于这同人园上。 同人园南面不远处就是离山,因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地貌变化也大,当年安放大师灵塔的具体位置也不清楚,但是就在这同园上,让我们一起向为人类发展, 做出伟大贡献的僧依型大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观看,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敬请关注下期视频,另一发现与这同人园上的世界之罪。